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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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都不知道 因為 自己去吃 為什麼 這就是 中外的第一次磨合 這個時候就需要我當隊長的這個時候來調節 而且我們這次的主題是跳我們中文歌 詮釋我們中國的文化背景 一次呢 在非常紧密的编排的期间 我大胆的带大家一起去吃了一顿 郑重的四川火锅 那个鼠的字叫鼠国 鼠国就是那个歌词里面 那个人物的城市 那个火锅店 太适合我们的这个主题 一进去就是这首歌的歌词 温九的午猴 这是跳的比赛的歌词 那个将军就是他 里面有一句歌词叫 温九载华雄就是打仗的时候 他的城市里面去载华雄 其实人头回来的时候 那个酒还是热的 这就意思那个将军非常非常的多 oh let's go 来我们随便找个位置坐一下 哦 哦 呜呜呜呜 一个是拉一个跟拉是吧 没有那个不拉这个不拉啊 ok 那我们开始吧 来开车 没有什么事情是拉一顿火锅 解决不了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请你吃两顿 美味 非常美味 我们这一次吃饭的主题 我们这一次吃饭的主题 最最重要是跟巴黎师和 看一看他们边吃饭 我们边聊一下 关于三国的这个我们舞蹈的构思 和一些想法和主题 对 这太炸了三国演义 这是我们中国拍的第一个三国的片子 哦这个 那 第一个诸葛亮 楚国的军师 就有点像是肯肯一样的编武师 哎 这一次秘密 还有 曹操 曹操 曹操就有点像是 对面的 双的 boss i b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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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对手吧 对手 对 对对 小啊 关于 这个歌词的名字叫赤兔 就是这个将军骑的那个马 是当时最快的马 就有点像现在的法拉利 法拉利 哦 哈哈 我们 可以做做一个三国里面有一个 battle 的一个环节 就对方的有点像我们对方出了一个招 然后叫草船借鉴 那你 这个比喻是一个船 楚国没有武器了 但是他想了个办法 他在过去的时候 对方以为他来来来来人了 他这个船 但是他里面没有人 这个是假人 放在上面 吃火锅的时候 我们就聊到了 关于我们这首歌的一些 历史和歌词的预议 不然他们真的不知道 只知道这首歌的节奏很棒 然后 转过来 come on 他拥有了 这么多的武器 哦 然后再去杀回对方 准备 可以 聪明 聪明 曲的 コンセプト にあった 啊 こういうこと か ってなって 啊 凯文さん めちゃめちゃ ずっと 記憶 に残ってんですよ 誰が出たとか めちゃめちゃ 自分 めっちゃ 興味がわいて 嬉しいな っていう気持ちと その文化も知れて 嗯 本当に 嬉しかったです ビーフ あった じゃあ これ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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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った 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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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が たくさん 东西然后大家一起做绿洞 橡皮马 然后慢慢往前躲那种感觉 对啊 哦这个是搭起来 哇吃火锅可以可以出成这种这种舞蹈 对对在成都就是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情 这个编舞真的编的好 这谁编谁是主编这个舞蹈 凯凯来自日本的凯凯 哦 这个这个编舞鸡腿要加十个 啊 哎 哎 太炸了 哦 太快了 太炸了 请我们第一天开party 我给他们点那个外卖螺丝粉 啊 this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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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for my home 这个 ik 你看明明的表情 他脸上写得嫌弃两个字 你还给他们吃螺丝粉啊 啊 吃得慣吗 好的 a little bit spicy noodle 啊 すごくあの noodle 美味しくて 普通に いつも毎日 オーダーして 食べたいなと思いました 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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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this is it 好吃 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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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敢在家吃 会怕 怕那个炸骨 文字 文字 我爱吃罗斯盒也是挺恨的 那下次尝试一下王志盒臭豆腐 早安 おはよ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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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ええ 初めに 嗯 先是我们大家在一起 先吃吃喝喝聊聊天 いただきます 美味 好吃 好吃 像朋友一样互相了解聊天 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步 yeah we got a lirical oh thank you lirical perfect this is chinese english and the japanese yes yeah 我第一时间让国外的朋友了解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 因为这首歌 他非常整体像是一个故事 只要 凝聚在一起去一起感受 大家听这首歌都有什么感觉 我们可以看想点什么我们脑子里对这首歌呃跟这首歌比较像的画面 然后把画面画出来 第一个画面就画自己的感觉呗 哎 走 作为这次的小组长 我很希望可以让 队员更加了解这首歌 他在唱什么 因为其实作为中国舞者 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也很想了解一下大家对于这首歌脑海中的画面 所以就选择让大家去通过绘画的方式 把大家脑海中对于这首歌的理解画出来 finish 你画了那个下角子吗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怎么听的 咋的拉我这个我这不听 我这不听我这个 哎 哎呦我的天 ok 韩同学 为同学们展示一下 我需要放一遍音乐 大家再听一下这个歌 讲故事 我听到他的声音 我觉得很孤独 对 对 我 对 我 对 我 画出来的画风也不一样 画出来的最后画面呈现的东西也很不一样 所以说大家也是对这首歌 有很多主观的一些画面的 对于如何踊入的感情 就是共有的感情 因此之后的参与 参与的挖授 也就是这样的挖授 开始 不同的人看着的作品会有 不同的想法 然后我们也就 因此而带着不同的一个想法 去一起表现了我们这支作品 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又一起合作作品 私底下相处以后 子龙就是挺可爱的 然后 他跟我说他不喜欢喝饮料 然后每天就管我要茶喝 你每天喝茶 对 这些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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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我们的云南森 是花椒 好喝 好喝 味道很棒 大家都說 哇 超瘋的 還有一句 是 枝枝茶 可能我去雲南 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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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老挝 對 可能你去雲南 然後我感覺 還挺有意思的